阿左快点往这边走 阿左你带我到这里来了 阿左那天阿姨跟我说你不愿意来检查 你说你也是 身体不舒服怎么能不能检查呢 我都给你预约好了 走快走 阿左你听我说 不要担心 其他的事情下来再说 今天有我在呢 都不用想这些了 好不好 走快走 真的一会儿时间拿不及了 你帮我实在太多太多了 真的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没事的阿左咱们身体不舒服就要检查嘛 什么能比身体健康更重要 是不是 走吧 怎么了 阿左你听我说 你不要有其他的一个负担 或者说是想法 你忘了吗 你上面还有父母下面还有孩子 你是一家的顶娘座 你可不能倒下 行了 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 今天听我的就对了 好不好 咱们先检查了再说 快走 真的一会儿时间拿不及了 干净的 阿左 别担心 没事的 啊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 轻轻拍着我肩膀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 愿意和我分享 日子那么长 我在你身旁 见着你成长 让我感到充满力量 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阿左 刚刚医生对你的顶嘱要听啊 好好吃药 好休息 定期来复传会好的 嗯 嗯 真姐 我会的 真姐 今天真的谢谢你 你看你又破费了 哎 说到哪里的话 阿左真的 怎样你能恢复 什么都是好的 是不是 找我送你回去 君姐 我要去那边房子拿下安人的衣服 安人以后也不来这边上学了 我把他的衣服都拿回去 哦 行 那我送你 走吧 走 君姐 阿左 都收拾好了 对 我把安人的东西 给我的东西都收好了 不是 阿左 你怎么把东西都收了 君姐 以后安人就不来这边上学了 这房子我们也不上了 君姐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照顾 什么事情都是你在帮助着我们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没事的 阿左 没事的 不需要去做这些 我跟安人真的无意回报 行了 不要说这些了 要是还给你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阿左 要是你留着 你看 现在安人只是暂时不出来读书 等你身体养好了 以后安人上小学也可以出来练 而且这外面再怎么说 教育资料 生活环境各方面都要好一点 是不是 君姐 以后就不来了 这房子你不住的话 房子也浪费 他说你住给别人 你还能换点钱 行了 阿左 先别说这些了 咱们现在先别去说这些 我还是那句话 要是你留着 咱们你要过来 都有住的地方 这房子你就不用去操心了 我本来就没有住出去 而且我也不打算住给别人 我又没住 行了吧 君姐 要是你留着 真的 不说了 不说了 要是你留着 不说了 你东西都收拾好了 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不用了 君姐 我自己找个车走就可以了 找什么车啊 我送你一个 不用了 君姐 找找找 我送你 走吧